現在來到台南有正的奢供市場裡面 有很多UK賺到家裡前來當地買選擇 不過今年選擇減少七星 介紹開了一倍以上 台南市東三文肖公司在市場 經濟高益行政主席 在愛文選擇10天來的平均介紹 為台金還有52塊左右 比前兩年當期時 台有開了兩倍 現在來到台南有正的奢供市場來 可以看到農民在住 一天一天愛文選擇來到市場做買賣 也有很多UK賺到家裡前來當地買選擇 不過農民表示 今年選擇介紹不錯 之後有一倍以上 來各位UK對今年選擇不少 都不敢買太多 特許的一斤大約價格一百 那有你家嗎? 八、九十都有啊 大家都因為價格比較貴的關係比較少 都栽培比較多 價格上當然要幾千塊 但是總共買賣也是均勢不錯 不再來不再來 OK還不錯 還不錯啦 所以客人也是幾千買的 對 變得比較少買而已 買比較少買而已 來買的人我家是人潮這麼多 大家也是都會均勾的賣 我們這些外銷品 這些都外銷品 這些都外銷品 價格多少 我這些都外銷品七十塊以上 為了要為後 交易價格的公平到透明 台南市農產文章工資 在市場 真正高的行政主順 剛才贏沒有 現實各種水果的賓金價格 在愛媛選擇10天來賓金價格 賓台金有五十二塊左右 台南市農產文章工資 上市農產文章工資 我們今年台南市農產市的順利 平均的均勤 現在還維持在四十八塊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六月份 從四十九塊到五十幾塊的部分 價格還算是維持在高檔的價格 所以今年的價格 事實上是比過去往年稍微貴 那對我們業者比較高興的 就是農民的收益可以增加 可是比較難過 過的就是說我們在做一些後續包裝禮盒的取貨 拿貨的通道變少 但其實龍山文肖公司表示 今年要問算量的數量不夠四十 他們家都不在這裡大量的頂端 不過為了要應付 盡量大小量的訴求 他們家是特別推出 六六到三六整個要問累了 讓蕭惠家在介紹館的時候 也能平常台南要問算量的美麗 既然蕭建委有正在哭倉報道